不怕寒流热汤轻松饱 寒流来袭喝完热汤最暖身 香港籍厨师Maggie要教大家炖汤的制作诀窍 以云腿竹参炖汤为例 鸡肉要汤汤 竹参要汤汤 大白菜也要先汤汤 精华火腿再蒸过 就连鸡汤也要过滤过 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 盖上保鲜膜 用大火猛蒸两小时 做出来的这道汤保证看起来清澈无比 可是尝起来却是浓郁鲜美 而强调长时间饱煮的花生北菇饱猪尾 秘诀就是抓对水量 材料放完水量一次过要放足 然后就不要说煮了一般的时候再加水 不然后面的效果就不够荣誉 猪尾先汤烫 这家花生北菇排骨和老姜 一次倒足3000细细的水 小火慢炖三小时 汤汁又浓又稠 诸味入口即化 这就是完美的花生北菇饱猪尾 洞新闻台北报道 洞新闻台北报道